你要成为人中容俸 你要成为真的很厉害的运动员 做事情上面能够忍人所不能忍 我们今天就来谈 什么心可以让我们这么的坚持 大家好 你要成为可以很刻苦耐劳的 甚至你要去面对你的环境 对你的折磨 你要撑过去的 这颗心是什么心呢 就是灵心 我们一直常跟大家讲 传统的命理常觉得 四杀心是不好的事情 这个来自于说 我们很容易被置入一个观念 杀心等于不好 因为杀这个字看起来是不好的字 可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 很多时候 那个只不过是古人 他的一个注戒 他的一个看法 可是在现在讲不见得是如此 我们需要回归到心耀的分知 像我们曾经有跟大家讲的 陀螺心 其实有些时候是很好用的 这个我们有在 我们的免费频道里面 然后会员频道里面也有听 今天我们来谈这颗灵心 我们也会在会员的频道里面呢 帮他做更多的注戒 以及告诉大家 他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怎么样来去使用 他会是更好的状况 我们先来讲灵心这颗心的特质 希望知道他可以 更灵活运用的呢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 我们会员频道终于开了 终于开了 每个礼拜都会有新的影片更新 可以跟我说 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影片 很多人问说会员频道呢 跟一般频道有什么不一样 我跟你讲绝对不一样 我们会讲比较深的东西 跟我们上课的学生也会问说 那跟上课内容一不一样 也会不一样 会员频道主要会比较着重在 一些有趣的技巧上面 而且你马上可以快速运用的技巧 例如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灵心 所以灵心基本上 它在煞心的解释上面 我们就跟大家讲过 是煞心其实指的是 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一种 没有办法理性控制的情绪 这种情绪呢 会被视为煞心 就是因为往往我们觉得 应该要这样子 可是那个没办法控制的情绪 来影响我们 所以我们觉得该怎么做这件事情呢 主心的任务 我的夫妻宫有太阳 那我就觉得说 我夫妻宫里面呢 我需要有主导圈 因为太阳化气为贵嘛 我在感情中要得到尊重 那怎么样就尊重我呢 那就看太阳心的对宫 任何心要都是看对宫呢 才知道说 它到底该要得到的是什么吗 太阳对面是太阴 你要怎么尊重我 对我温柔体贴 太阳对面是天良 怎么尊重我 要对我很呵护照顾 太阳的对面是巨门 那要懂得跟我沟通 我就觉得我在感情里面是得到尊重的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加入了情阳心 那就表示说 你在感情中间 你希望得到这个尊重 如果人家不尊重你 你就会很直接的 然后很绝对的去要求这个事情 所以那个太阳跟情阳同工 或者跟情阳在夫妻宫 通常都会很容易是大男人的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加上是灵性呢 灵性指的是什么情绪呢 指的是啊 我会为了我的需要 然后我会努力坚持 并且那个坚持是我经过精密判断 而整理出来的计划出来的坚持 它不会是这么冲动的坚持 那你们可能会觉得说 这样子听起来应该是很理性的分析啊 其实不尽然 有一些人他就是能够不禁思索的 他就是可能冷静的去做他要做的事情 然后就可以去做坚持 像陀螺心他也是坚持 可是他的那个坚持是因为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情阳心也是一种坚持 而那个坚持是在于说 我不管我就是要这样做 那灵性呢 灵性的坚持呢 就是好 我冷静来看看我要怎么做 所以那个要当大男人的那个太阳心 如果加上灵性呢 那他大男人就会当的比较好一点 因为他一定会知道要怎么样 好好的对付他身边的女生 让他可以变成大男人 所以灵性啊 传统上让人家觉得他不是一个好的心药 就是因为啊 他常常是那种闷不吭声 然后呢 你会觉得他可能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可是实际上是因为 他需要很冷静的去想好自己要干嘛 让自己有动力可以坚持下去 当然这颗心就是看他放在哪个宫位咯 所以呢 一般来讲啊我们都会说啊学武的啦运动员啦 或者是你从事的工作是需要这种有非常坚韧意志力的 然后这种啊要能够认得住寂寞的 其实都会需要灵性这颗心 虽然说这样子特质的人往往都会让人家觉得好像不好亲近 或者是说呢 好像呢他自己心里有个盘算 或者是说呢 好像呢他比较不理人 或者他想法跟人家不一样 虽然他会被视为是炸心 可是现实的情况是啊就我们常说的 煞心用的好人生没烦恼 你要看你把这煞心放来什么地方 因此呢如果说啊 你从事的工作或者是说 你希望要做什么 而是需要要有足够的意志力 然后足够的坚持的力量 而且不是无谓的无脑的去做这个事情 那好好的想着要怎么做 什么你们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好好盘算 然后不需要无脑吗 其实不是耶 有些时候啊就这样某种傻气也很好 你就是要有一种就比如说练琴 练琴不见得是要经过精密的计算 练琴有的时候看了就是那份傻 对不对 你才会乖乖的把那个字迁下去嘛 总之灵星呢 他是一个经过精密盘算想清楚了 然后我坚持下去的一个力量 因此呢在命宫的 在饥饿宫的 在官路宫的 那差一点的你也要在迁移宫 父母宫 或者是夫妻宫 这样子的宫位呢 相对来讲你就会比较容易啊 在你自己的事业上面坚持 那如果说你的事业呢 又跟肉体 比较有关系的 譬如说要练壮啦 要跑得快啦 要忍人所不能忍啊 像我们的那个举重的金牌 关键存小姐 他可以扛起 比我还有重的重量 这种艰苦的状况 你要能够要着他去做到的 那这个灵星要在饥饿宫 你要愿意让你的身体 去承受别人所做不到的事情 这也是传统上面呢 我们说那个武术家 通常是灵星在饥饿宫 或灵星在命宫的 譬如说李小龙 李小龙呢 他就是灵星在命宫的人 所以说这一类要这样工作的呢 灵星就会变成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如果你是在关键宫 那就表示说 你对于工作上面呢 总是会有一些 愿意坚持下去 而且冷静了判断之后 坚持下去的这样子的能力 所以杀心用塔 人生没烦恼 那老师啊 那个我的灵星呢 都在仆役宫啊 在福德宫啊 在天灾宫啊 我都没有办法在 我的关键宫命宫 或者是饥饿宫 那是不是我在工作上面 我就会没有坚持的力量呢 首先啊 那这个是我们常常被问到的问题 同学 我跟你们说 没有他 你还有其他的嘛 你也许有七煞啊 也许有情阳啊 但虽然他没有那么冷静 可是还是很坚持嘛 所以说 不是说你没有灵星 你就没有坚持的力量 而是有了灵星之后呢 这个是我们常要说到的 很多人呢 他都会觉得 我有个话剂 那我是不是就很不好 或是说 我没有话路 我是不是就赚不到歉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命理的逻辑都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标准往上加 而不是没有这个东西 就往下扣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没有灵星不表示 你就没有坚持的力量 而是有了灵星之后 你更能够做到 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常常讲的 杀星用得好 人生没烦恼 那如果 我很需要 这个灵星的帮忙 可是实际上 我的命团上面 灵星不在相对应对的位置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个 我们呢 在会议频道里面 来告诉大家 每一个人都有灵星 那我们要怎么去利用 盘上的灵星呢 来给予我们坚持的力量 我们要再怎么样去使用它 那命盘呢 是需要可以被我们自己 所使用的 而不是我们生命 跟着命盘走的 感谢观看